下面有一個要各位想一想的問題 想一想 為什麼 這個有人考試考過 就有個重物 上面把一根繩子連到天花板 下面再來放個繩子 請問你快快拉跟慢慢拉斷哪一根 斷上面那根還斷下面那根 快拉上面那根連天花板那根 還是下面這個 慢拉斷哪一根 然後你跟我解釋為什麼 然後我們兩個問題嘛 你回答我一個就好了 你回答我快拉會斷哪一根 或者是慢拉斷哪一根都可以 然後告訴我為什麼 告訴我為什麼 好 告訴我為什麼 現在是不是要找小帥哥了 來 小帥哥 小帥哥這個人叫做 三一 三一不在 有 小帥哥 小帥哥 三二 小帥哥 三二 好來 你講快拉也可以轉慢拉也可以 你先告訴我 她斷上面那個臉天花板斷下面那根 為什麼 你講快拉也可以 慢拉也可以 快拉斷哪一個 為什麼 為什麼?不知道為什麼,感覺是斷下面那根,這樣子沒有不好喔,憑感覺,請坐下 但是你的假設你是用拆的話,你的是拆就拆對了 快快拉的時候,斷在下面那根,然後因為呢,上面保持慣性不會動 上面保持慣性不動,你很快拉,我們不是給各位再做,沒有錄影,可是各位做示範的時候 慢慢的抽板,快來抽板,那個銅板掉的情況有沒有 快拉的時候,就來不及作用,所以呢,就銅板就維持原地,然後就掉在杯子裡 這樣快快拉的時候,上面不動,甚至被拉開,斷掉了,就斷在下面 慢慢拉的時候,是來得及作用的,那上面的繩子受力大,因為除了我的手的拉力之外 還有那個東西的重量,所以拖了它走,然後就,比較會斷掉,所以就斷在上面那個 上面那個,像這個影片當中所顯示的一樣 好,影片裡就是這個情況,那個人的表情有點怪 這個上面,上面有,它底下掉兩根,因為它拉兩次,所以它底下放了兩根 所以放在上面,然後呢,有一個裝水的,裝水的,有點重物 然後找一個人過來拉,我們,先快快拉,再慢慢拉 好,快快拉 斷下面那個,斷下面那個,上面保持不動,慣性 然後再慢慢拉,就可以拉動它,然後就會上面受力大斷掉了 這就是,跟你講它的快快拉跟慢慢拉的差別 可以嗎?可以嗎?OK 這個考試有考過喔,有人出題考過這樣的題目喔 問你快拉跟慢拉在哪裡,哪裡不同,希望你能夠理解,OK?